最新的就業數據顯示失業率保持在4.1% 低於經濟學家預測的4.2% 耳君再向黎巴嫩發動數十次的空襲 其中包括一座市政大樓造成16人死亡 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任內第三份市政報告 今次的報告對住屋問題作出多項改革 大家好,今天是10月17日,我是盧苑夏 現在為大家帶來晚上的新聞簡報 最新的就業數據顯示失業率保持在4.1% 低於經濟學家預測的4.2% 市場目前新增超過61400個就業職位 其中大概51000個是全職職位 財長查默斯表示自工黨政府當選以來 已經新增超過100萬個就業職位 又表示其中大部分都是全職 自由黨參議員卡樹就表示雖然增加職位空缺 但澳洲人仍然面對困難 近日一份新發表的報告揭示澳洲系統性種族歧視 深植澳洲各個階層 陸黨呼籲政府資助制定一項全國反種族主義的策略 澳洲人權委員會的報告對澳洲各地超過1200人進行訪問 報告指澳洲的種族主義是無處不在可怕而且具有心願破壞性 而陸黨的副領袖反種族主義發言人法魯奇就表示 政府應該強制要求所有議員進行反種族主義的培訓 以挑戰白人得權 而種族歧視專員西亞拉曼就表示 需要整個社會作出反應 雪梨海港大橋下週發生嚴重交通事故 三輛汽車和一輛巴士相撞 造成至少一名男子死亡 而另一名男子就重傷送丸 而由於警察和救護員需要評估情況 和為其他受傷的乘客進行治療 大橋的雙向車道已經關閉 涉事的巴士在意外發生的時候並沒有乘客 而巴士司機也沒有受傷 現在和大家看看一些國外消息 以色列在星期三再向黎巴嫩發動幾十次的空襲 其中包括一座市政大樓造成16人死亡 這次是以軍對該國國有建築發生的最大規模襲擊 襲擊發生在納巴帝爺的救援管理會議期間 造成五十多人受傷 而黎巴嫩的官員就表示 今次的襲擊顯示以色列正在將針對真主黨的行動 轉向黎巴嫩 而聯合國發言人道加里克就表示 以色列的攻擊持續威脅人道工作者的生命 SBS電台新聞報導 繼續和大家看看其他國外消息 美國白宮表示 總統拜登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電 並表示將提供新的4億2500萬美元軍援方案 進一步提升烏克蘭的防空能力 白宮的聲明指出 這項安全援助計劃也包括空對地導彈、裝甲車輛 和重要的彈藥 而扎尼斯基就感謝美方提供新一批援助 又表示他與拜登談及他提出的勝利計劃 他亦提出考慮聯合生產武器的可能性 現在回來和大家看看一些國內消息 因為在新洲的沙灘上發現一些黑色招誘球 再有兩個受歡迎的雪梨海灘需要關閉 這兩個沙灘分別是位於雪梨東部的克洛夫利海灘 和馬魯布拉海灘的部分區域 在星期四開始不對公眾開放 而新洲環保署執行董事比曼就表示 專家正在收集樣本 以便更好瞭解他們到底發現了些什麼 聯邦政府宣布將會投放350萬 來促進和鼓勵學齡男童發展健康的男性觀念 而這筆資金將會用於三個項目 重點是關注影響和可能改變導致性別暴力的態度和行為 社會服務部長李斯和舟表示 這項的倡議只在實現世代變革 昆州自由黨候選人迪龍表示 他在家附近受到兩個人的攻擊和威脅 迪龍指他將車停在路邊 幫助他認為遇到汽車故障的人 他表示他之後受到襲擊 現在給大家看看一些中港台消息 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 今次施政報告貫徹落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七一講話的四點希望 落實二十屆三中全會的重要精神 在報告中對住屋問題也作出多項改革 並希望以分階段分區的形式取代劣質的劏房 政府希望能以過度性的房屋為主要安置方法 另外施政報告也提出 希望建構國際黃金交易中心 帶動投資交易、衍生產品、保險、倉存、貿易 和物流服務等相關產業鏈的發展 現在給大家看看一些體育消息 在足球方面 英格蘭的足總宣布委任德國籍的教練杜曹 維新主席 由明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合約為期18個月 直至2026年的世界盃結束 今次是英格蘭國家隊第三度採用外籍主教 英格蘭足總的行政總裁布林涵就表示 10名領隊的候選人中也有英國國籍 但因為杜曹是最優秀的人選 也相信他有機會帶領英格蘭贏得世界盃 現在給大家看看明天澳洲各大城市的天理預報 柏斯密雲最高溫度23度 雅德雷德有驟雨最高溫度20度 墨爾本有雨可能會有雷布最高溫度25度 最後是達爾文也是簡中密雲 足高溫度33度 今日的新聞和天氣已經報導完畢 或是其他Podcast應用程式 繼續收聽